这是中国最强风味,他曾面对克比坎30分,向韩国人直呼,亚洲乔丹众所周知,休赛期NBA球队达拉斯加独行下转散签军了中国球星定验宇航, 这份合同包括中国赛以及NBA季前赛,在此之前小丁还参加了夏季联赛并取得了十胜一副的成绩,如果季前赛的小丁能够发挥出色,这份合同将有可能转化为保障合同,同时他将会成为目前第二位中国的NBA球员。 那么中国男篮史上最好的风味摇摆人是不是丁业宇航? 今天来和大家谈谈中国男篮史上最好的风味摇摆人,亚洲乔丹胡卫东,在夸之前先为大家澄清这一点,既然老胡是亚洲乔丹,那么他为何没能力租NBA呢? 主要原因大概有这样的两点,94年正是NBA和中国篮球打截然的时代,胡卫东一变强弹,也是在亚洲强,参考澳大利亚球员Gacy Hill,他们在亚洲赛场绝对是两个级别的存在, 带到了NBA一个场均一点气氛,一个场均登场五分钟,因此老胡强势事实但绝对没有那么神乎其神,至少对得起亚洲乔丹这个称号。 另一个原因是当时中国男篮集区胡卫东这样的人才,加上胡卫东高度见识以及语言能力等,胡卫东并没有在NBA立足, 但胡卫东在亚洲绝对算一场优秀的风味摇带人,1米98的身高加上3米绿的弹跳,让他在国际赛场也能够如鱼得水。 最经典的比,赛莫过于1996年中国对美国孟二队的比赛,以及中国男篮对战胡人的相联赛,1996年美国对战中国的热胜赛中, 胡卫东面对当时的公牛先把皮疼快攻口篮,让老尼尔森狂喊,漂亮的飞扣,我要回家再次温习一下, 从这季口篮后胡卫东就有了一个别样爱好,亚洲乔丹。 此外在当时中国对对战胡人的夏季联赛中,胡卫东全场狂砍30分,教育了当时钢线联盟只有17岁的科比, 相信通过这两件事情就可以想象出当年的胡卫东有多么变态了。 另外还有一个很有名的比赛,96年亚洲全明星赛,胡卫东身穿23号球衣,砍下23分夺得MVP。 这场比赛让更多中国球迷为之沸腾,其中三分远投,换手上篮,把球线附近的扣篮激动的韩国借收员狂喊, 那场比赛韩国的徐章群砍下40分居然没能拿到MVP,足以见证胡卫东的能力了。 曾经的热波老将,鸟人安德森短暂打过CBA,那时候的胡卫东正直巅峰, 其中有一次做第三分,让安德森目瞪口呆。 回到美国后,安德森也经常提起胡卫东,足以见证老胡的能力了。 胡卫东在CBA闯荡了多年,最大的一个遗憾,就是一个CBA冠军。 那时江苏队的实力不如人意,但老胡从未抱怨过,父亲告诉我,是江苏队把我培养了出来。 所以,无论江苏是否虚,要我,我都不会离开江苏。 如今胡卫东已经48岁了,他将最好的青春贡献给了中国南兰。 不过曾经的辉煌世纪足够后辈们学习一辈子了。 生日中也会念立。。。 所有各方的青春贡献人类需要做一些距离的距离。 感谢观看